我是你,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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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严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阿月 如果有一天,你的至亲不幸于世长辞 面对空荡的房间与频繁发生的怪事 你会不会认为这是至亲的另一种陪伴 一起来看今天的西班牙温情恐怖片 《马柔本宅密室》 当马柔本太太漂洋过海回到故乡后 这栋尘封已久的宅院终于重见天日 她打量着这个地方 一切似乎都和记忆中有所不同 时过境迁,她以嫁为人妻养育了一群儿女 看着身后年龄不一的孩子们 她郑重地告诉大家 从今天起,所有人都要舍弃费尔贝恩这个旧姓 以马柔本这个姓氏开始全新生活 在孩子们疑惑的神情中 她在地上画下一条直线 这象征着重生之门 只要跨过她 过往的一切就会烟消云散 迎接她们的将会是全新人生 面对小儿子对于那个人的询问 她闭口不谈 仿佛这条直线真有神奇魔力 可以让人忘记所有悲伤的回忆 于是在母亲的带领下 孩子们摆脱了过去所有枷锁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肆意生活着 如果人生是一本画卷 那么这个夏天应该是画本里最温暖的色彩 在这个全新的国家 她们结识了新的朋友 女孩爱丽天真活泼 迅速和兄弟姐妹们成为朋友 一群人在海边肆意玩耍 海浪裹挟着笑声 将澎湃的幸福填进每个人心扉 柔和的夕阳下 爱丽为这群兄妹拍下合照 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 可惜时光不能就此定格 这趟旅行靠光了马柔本太太全部经历 她没等到秋季降临 就已经病入膏肓 大儿子杰克坐在病床前 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试图挽留 可此时马柔本太太已经游进灯库 喉咙里发出呲哑的喘息 为了不让孩子们在自己死后被送进福利院 她要求杰克不要声张 悄悄将她的尸体埋进花园 从此带着兄弟姐妹身躯捡出 以防被人发现 更要避免让那个人找到 最后她又交给杰克一个盒子 里面的巨款是她身为母亲 留给四个孩子最后的帮身之物 但杰克却在看到盒子后暴跳如雷 父亲高声质问 可惜她再也得不到母亲的回应 马柔本太太就这样带着无限眷恋 悄然冰逝 杰克向其他人宣读着那封绝笔 信中母亲饱含温情的叮嘱 让所有人无不动容 尚未成年的大哥一夜之间 跳起整个家庭的大量 一家人就这样依照母亲的遗愿 隐姓埋名生活在老宅中 可麻绳专挑戏柱段 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午后 一声枪响打破了年镜 剑看着窗外的男人 惊恐地呼唤大哥 最不愿面对的时刻还是到来 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去解决眼下的问题 一番周旋后 杰克平安归来 老宅里的生活重归宁静 小弟萨姆甚至还未扬起 穿梭在墙壁中的浣熊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 这栋房子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 这让萨姆变得十分害怕镜子 在他看来 这里面藏着鬼魂 于是杰克就将家中所有镜子盖上 他遵守自己的承诺 尽心尽力守护着弟弟妹妹们 为了掩人耳目 整个家里只有他可以出门 但杰克知道 弟弟会用充满童趣的方法 陪伴在自己身边 生活虽然贫苦枯燥 但一切都充满希望 只要杰克熬过21岁生日 等待一家人的就是彻底的自由 他们度日如年 在日历上不停记录 眼看着日期将近 却又迎来一大难题 作为律师的波特即将登门 为马柔本一家办理房屋转让手续 家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高昂的手续费让大家异常头疼 这个捉襟见肘的家庭 根本无力支付 走投无路时 比利想到那个盒子 为了让大家永远不分开 他冒险来到山洞 取出那笔巨款 当前的难题迎刃而解 可是简却忧心冲中 他认为这会为大家带来诅咒 因为这其实是一笔赃款 但此刻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眼下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准备 于是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杰克将房顶的可疑痕迹重新粉刷 而简则开始学习模仿母亲的自己 又将带有血迹的脏款清洗干净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脾气火爆的比例 甚至在果汁里做了手脚 好在这没有派上用场 波特在品尝完简制作的馅饼后 结果了那笔手续费 只是时间紧急 杰克没有时间去兑换钞票 不过波特并没有为难 因为英镑的价值远远高于美元 这多出来的部分将会成为一笔佣金 为波特带来可观的收入 这也让他网开一面 在听到马柔本太太不能下床见人时 他将手续递给大哥 看着对方带着文件离开自己视线 然而这让等在楼上的简犯了难 他不能保证自己 可以伪造出两份一模一样的签名 这让本就惶恐的他更加紧张 突如其来的雷雨让波特进入宅邸 房间里异常寂静 他不由得四处闲逛起来 脚步声引起兄妹俩的注意 这步步紧逼的声音 就像一道催命符 他们绝对不能让波特得知真相 否则一切幸福都将破碎 为了瞒天过海 减对着光线 用铅笔描下纸上的签名 用钢笔覆盖后再擦去铅痕 终于在最后时刻腾写好两份一模一样的文件 房屋的事情终于得到解决 如是重负的兄弟四人异常兴奋 他们一边讨论着白天的惊险时刻 一边手舞足蹈地玩着游戏 可还没等大家开心多久 小弟萨姆就在捡东西的时候 听到镜子发出诡异声响 随着游布赫然掉落 他恐惧地放声尖叫 杰克连忙将大家带进庇护所 他拧开留声机安抚弟弟妹妹 自己则处理起棘手的鬼魂 在悠扬的歌声里 他第一次看到鬼魂的身影 如此惊悚的场面让大家开始后悔 他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笔巨款 为了摆脱鬼魂的侵扰 也为了抚平心中的愧疚 比利趁着夜色爬上烟囱 将盒子扔进阁楼 准备以这种方式来和过去彻底告别 但伤痕怎会轻易愈合 过去的一切都如同烙印一般 无时无刻不再伤害着他们 在外人眼中 他们因为过去的遭遇 不能正常生活在阳光下 在他们心里 那片阴霾也始终挥之不惧 那个曾和他们有着共同性识的男人 那个里因为他们遮风挡雨的男人 却成为这个家庭最大的灾难 他们口中不愿提起的那个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给兄弟四人留下太多伤害 如果不是因为他 马若本太太不会跋山涉水 带着孩子们逃离 他会看着孩子们平安长大 萨姆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 比利和简也可以大方地生活在阳光下 可这些却尽数成为泡影 比利受够了躲藏的日子 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哥就可以随意外出 可以和艾莉沐浴着阳光 享受幸福时刻 而自己却要困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日复一日地守着枯燥无聊的生活 这让他异常愤怒 不由地和大哥争吵起来 气头上的大家 谁都没有注意到小弟萨姆 竟偷走了大哥的钥匙 悄悄打开了母亲的卧室房门 萨姆还那么年幼 根本无法抑制心中思念 他搬出衣柜中的留声机 在悠扬的歌声中 疯狂嗅闻着衣服上的气味 独属于母亲的味道 让他感到心安 可随后他就听到耳边 响起诡异风声 就在他凑近查看玻璃上的弹孔时 静不慎从凳子上摔落 这让盖在穿衣镜上的白布悄然掉落 为了躲避鬼魂 萨姆联盟抓起白布躲在窗台上 透过缝隙 他看到镜中的鬼影身形高大 正不停地剧烈喘息着 这让年幼的他害怕不已 联盟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哥哥姐姐 只是大家并不惊慌 对于鬼魂的身份 他们心知肚明 此刻真相已经无法隐瞒 只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弟弟 他们亲手终结了自己父亲的生命 原来那声打破宁建的枪响 正是越狱的费尔贝恩 他从英国一路追随至此 就是为了拿回那笔巨款 面对禽兽的父亲 三人合力将他关进阁楼 把门松死 准备用这种方式 将费尔贝恩连同过去那暗无天日的遭遇 从自己的人生中剥离 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费尔贝恩种种枉为人妇的报警 让兄妹四人遍体鳞伤 既然痛恨他给自己留下的伤害 却又不得不接受萨姆的存在 柔弱的他承担起母亲的角色 但不代表已经原谅父亲的所作所为 见到父亲化为鬼魂 仍不忘骚扰自己 他深感厌恶 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着胳膊 仿佛是在清洗自己身上的罪恶 好在生活并不全是荒芜 温柔的艾莉成为兄妹四人的慰藉 在这漫长难熬的日子里 她成为灰暗世界中唯一的光 可纵然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密至此 兄妹四人也没有向艾莉透露分毫秘密 于是在艾莉看来 大家的闭门不出 是因为母亲身体抱恙 不便行动 于是她每周都给萨姆布置作业 通过杰克的手交给三妹 让她亲自辅导小弟 也会为比利寻找有趣的书籍 让她打发无聊时光 更会在杰克情绪低落时 温柔地亲吻她的额头 两家人隔山而居 虽然距离遥远 但心却无比贴近 他们用手电打住摩测电码 灯光成为一座无情的桥梁 将两端紧紧相连 只是艾莉并不知道 这座桥的另一边 隐藏在薄雾之下 如此耀眼的艾莉 落进波特眼中 就是最完美的伴侣 此时她处在事业上升期 前不久还受到著名律所的邀请 意气风发的波特 对艾莉展开追求 从珍贵的绝版书籍 到如今意义暧昧的两张车票 她不是不知道杰克 对于艾莉的喜欢 只是波特对于自己 有着足够的信心 在她看来 杰克的过去满是乌气 马柔本一家更是泥潭 于是她向艾莉发出诚挚邀请 让她跟随自己 移居他城开启全新生活 但此时艾莉心有作数 她早已决定向着桥的 另一端奔赴 哪怕对面是重重迷雾 哪怕已经看清所有的真相 波特留下的资料 没有让她心生厌恶 而是更加心疼这个家庭 可就在紧要关头 律所那边竟打来电话 要求波特代资入股 否则之前的聘用就会作废 就在波特一筹莫展时 她意外发现了转让合同上的端倪 而那笔慷慨大方的英镑 让她瞬间明白 报纸上所说的赃款下落 为了前途 波特决定拼尽一切 她来到马柔本老宅 以此要挟 开价更是高达一万英镑之多 如此迫下的威胁 让兄妹四人不知如何是好 巨款此时正躺在阁楼里 可那里是一座坟墓 埋葬着他们的父亲 以及不可触碰的秘密 但为了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 比利趁着叶瑟再次爬上房顶 她打算顺着绳索取回盒子 阁楼里潮湿昏暗 甚至传来阵阵腐臭 木门上的抓痕触目惊息 诡异阴森的环境 让她来不及多想 连忙抓起地上的盒子 原路返回 可谁知父亲的身影 竟再次出现 火光中 她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比利简直难以置信 她从未想过 父亲竟然还活着 原来房间里的鬼影 从来都不是幻觉 贝尔贝恩依靠雨水 和小动物勉强维持 此时甚至还有力气 抢夺绳索 指尖慌乱间 绳索缠住比利的脖子 蛮力拉扯 让她几乎断气 比利连忙割断绳子 这才侥幸逃脱 第二天 杰克在昏睡中 被比利的叫声吵醒 地地腹部巨大的伤口 让她懊悔不已 父亲依旧还活着的事情 让大家发生争吵 他们恐慌不已 害怕重新回到暗无天日的生活 杰克终于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个事情彻底解决 在这之前 她打算向艾莉坦白一切 于是用灯光和艾莉约定 明天在老地方见面 可艾莉却只在那里 找到一册绘本 上面记录着马柔本一家 搬到这里之后的所有故事 淋淡的色彩 记录着温馨日常 而故事却在满是墨迹的一夜 发生翻天覆地的转折 原来那天 杰克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拿着巨款 独自和父亲谈判 祈求能就此 欺识宁人 可凶残的费尔贝恩 一定要给杰克一个教训 打斗中 杰克捅伤了父亲 却将其激怒 他被彪悍的父亲推下山崖 不愿善罢甘休的费尔贝恩 回到老宅 找到了躲在阁楼中的兄妹三人 原来杰克在离开前 为了保护他们 将门从外面反锁 他认为这里坚不可追 一定能让弟弟妹妹们 免受侵害 可是他忘记了那顶烟囱 走投无路的兄妹三人 在绝望中挣扎 等跌落山崖的大哥 悠然转醒后 一切都为时已晚 他狂奔回家 拼命呼喊着弟弟妹妹的名字 但回应他的 却是父亲那恐怖的声音 杰克还是没能保护好弟弟妹妹 这让他几经崩溃 失去最后的亲人 让他对这冰冷的世界毫无眷恋 他决定跟随家人而去 在天堂团聚 可就在他准备好一切时 那座小小的庇护所里 露出温暖的灯光 里面传来悠扬的歌声 是他们最爱的音乐 弟弟妹妹正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 这让他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在大哥的带领下 弟弟妹妹们走出庇护所 杰克学着母亲当初的模样 在地上画下一道直线 他告诉大家 过去的遗界会随着迈过他而敲赞 他们还是亲如手足 永远不分离的家人 他们还能在彼此的陪伴中不停成长 可是镜中所倒映出的景象并非如此 昏暗的楼梯上 杰克向着一片虚无伸出手 极度悲伤的他分裂出三个人格 在这种诡异的决策扮演下 维持着表面的平和 只是那承载着希望的虚无愈演愈烈 如同熊熊烈火一般掀起燎原之势 为了继续谱写这篇梦幻童话 杰克不愿清醒 他将家中所有镜子都藏起来 如痴如醉地生活在幻想中 另一边 波特律师再次来到老宅 准备拿走赃款 可谁知此时偌大的宅邸 竟空无一人 寻找间他察觉到 这座老宅埋藏着太多秘密 而真相就被封存在 阁楼背后的砖墙中 只见他抡起铁锥 狠狠砸开墙壁 兄妹三人的尸体映入眼帘 得知一切的艾力飞奔到老宅 在那处狭小的庇护所里 杰克正不停和分裂出来的人格对话 他甚至还用简的语气和艾力交谈 见此艾力毫不惧怕眼前的景象 他试图上前拥抱杰克 给予对方力量 可杰克知道 一旦有人接近自己 他脑海中的人格就会开始混乱 弟弟妹妹们就会因此消失 于是为了和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为了不面对冰冷残酷的现实 他甚至愿意赶走艾力 推开他曾无比挚爱的伴侣 然而就在艾力准备离开时 却被阁楼传来的声音吸引 他进入昏暗的房间 阁楼里的一切都如绘本中所说 只是此时多了波特的身影 眼看着波特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他惊恐万分连连向杰克求助 可此时的杰克正在和自身的混乱纠缠 艾力知道 菲尔贝恩的存在犹如梦魇 他会击挂杰克 更会杀死他们 于是他试图通过行动让杰克明白 他并不孤单 亲情的陪伴不会像烛火一般熄灭 他们会永远存在 在菲尔贝恩的步步紧逼中 艾力不停呼唤着姐 比利·萨姆的名字 杰克被这震撼人心的话语激励 在最后关头 他终于证实内心恐惧 释放出心底属于比利的人格 将枪口对准了如同鬼魅一般的父亲 这一次他终于坚守了 弟弟妹妹已经不在人世的冰冷现实 按着地上老旧毛毯 他知道这阴暗潮湿的房间 不该作为弟弟妹妹们的最终归宿 是时候该向虚无告别 向过往的一切告别 他目光哀切地靠在艾力身上 从此以后 他只剩下这唯一的依靠 在艾力的陪伴下 杰克的人格分裂症得到很好控制 柔和的阳光重新笼罩在这座老宅中 只是艾力没有遵照医嘱 利用药物来驱赶其他的人格 他深爱杰克 因此愿意包容他的不同 哪怕这在医生看来只是一种无用功 他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家庭 但对于艾力而言 他知道自己早已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他们永远都不会分离 在杰克生日到来那天 艾力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那是他们在去年夏天拍摄的合照 照片中兄妹四人笑得十分开心 看着杰克望向远方的模样 他明白杰克在等其他兄妹 于是起身离开 给他们留下相聚的空间 远处笑声清脆的兄妹在跟大哥招手 他们告诉杰克 自己现在十分安全 这让大哥如释重负 看着手中的相片发出由衷的微笑 他明白 现如今他们将永远在一起 就连时光也不会将彼此分离 全片完 《马柔本宅密室》 是一部上映于2017年的西班牙恐怖片 在那本色载柔和的绘本里 隐藏着哀婉悲戒的家族王室 浓烈的亲情让所有恐怖元素 都掺杂进说不清的悲伤 那封绝笔 有着母亲对所有孩子的叮嘱 那份遗愿 是母亲淡经节律留下的万全之策 虽然花园的墓碑简陋 只是这四枚看似毫不起眼的石头里 寄托着子女们的全部挨死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为了带孩子们逃离黑暗 他拖着病底远渡重阳 可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让所有人逃脱命运的魔咒 那句誓言忠实落空 而那些熟悉的身影 就变成了杰克心底沉重的执念 他化地为牢 用那句永远不分离的承诺 将自己死死困在这座宅地 全篇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医生说的 爱不能在病态的头脑中成长 可他不知道 杰克偏偏就是因为心中的汹涌爱意 才癫狂之刺 杰克的人格错乱 为整部影片蒙上悬疑色彩 杀死兄妹的凶手 让大家众受纷纭 在想想那天 杰克冲出去和父亲对峙 后来又被父亲打落悬崖 摔破脑袋 这或许也是他后继人格分裂的一种忧因 但最致命的原因 还是弟弟妹妹们的惨死 可密室中的父亲真的是父亲吗 还是又一个幻想呢 对于凶手的猜想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